歌手蘇惠恩 這日現身電台宣傳新歌 接下來Ophelia將會舉辦 網上直播音樂會 希望為長者籌款買口罩 現在開場在職 Ophelia也感到很緊張 其實挺緊張的 這幾天睡不著覺 我出了暗暗 因為這次是公司第一次 幫我辦 online 延長會 我又未試過 之前開 live 試過 和 band 隊 也是第一次合作 因為以前我都是找 Camp Band 即是一隊隊合作 這次公司指定 不如試試另一個琴手 所以這次的合作 我有點緊張 當然我也希望 自己的演唱會 可以籌到五位數字的善款 到時可以去派口罩 到社區那裡探討獨居長者 最近應屆文憑市考生 經歷多番波折之後 終於開始應考 Ophelia身為考過公開市的 過來人都有鼓勵一眾新生學子 我不是DSE出身 但我是考高考出身 當時自己都很緊張 因為壓力真的很大 我緊張得那時會脫髮 緊張得吃不下東西 吃完東西後又會很熱 很多胃氣 所以要記住 其實考試只是一個過程 當你過了之後 你大過了 好像現在 都過了十年了 考完高考 其實想回頭 為什麼這麼緊張 都是一個過程 考得好不好 其實並不代表 你將來的事業好還是不好 其實出來工作 這是社會大學 你為了考試 就是為了入大學 但是這個社會大學 比起你讀大學 可能更加重要 就是教會你怎樣去做人 所以其實你的品格 你的性格 以及你怎樣代人節物 對於你的將來 或者是否賺到錢 事業成不成功 是更加重要 比起你現在的學業更加重要 看到近日 台灣藝人羅智祥被指是渣男 對女友不忠 Ophelia也很有感觸 又寄予宇州人稱要忘記不開心的事 積極面對將來